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一系车 美人系车 电力系车 动车做 二十多年的时间 我就全开边了 我有六根家族 我感觉我就是姓女儿 我小时候是在铁路边长大的 就想到大了以后 铁火车 1985年高中毕业 靠近铁路来的 那时候是整理机车 也许一会聊的 还有时候就逆向前移 甭从梅斗哥后边 糊糊地挂进来 到处是灰尘 没列子 我们有个小端子 就远看像个要饭的 近看像个试探的 走着给人家一看 才知道是个九端子 那辆机车 比整个机车大大的改变了 有了防扇了 有点路的了 能穿个赶紧工作服装 开火车了 有点路的了 2006年的时候 我们电车画建成 就有了电力机车 那时候感觉 电力机车 这工作环境这么好 就是最好的 就能干到退休了 结果没想到 到了07年 就有了东西做了 那时候才感受到 这个高铁的速度 第一车 刹路开 车报案上 站在两端的立刻 请约罗沟 军事有时 樱沟 好嘞 运行现在 一秒钟 就83秒了 远来的时候 还能往那边看看 看看那边的风景 现在必须经历这种 全身关注 牧师前方 这个我喜欢吃辣 有好多时候有馋 又不敢吃 如果吃辣椒吃多了 呼吸 上厕所就会影响 圈现了这些车办理 不能有那个万一 院里的时候 离去车 车也烧 人还多 那时候一票难受 没让票 我们的车关系 上了而且时间非常长 现在随着中国高速 车路往全面展秤 列车运动非常高 原来到南京靠四个钥匙 现在用一张钥匙十个钥匙 现在是三十一年 对于活着四个钥匙这一点 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你学长吧 我学长吧 我们也二十多年老夫老妻了 早的时候就也安全点 如果没回来 他心里就感觉不踏 只要我促成了 我坐到四级展示桌上 我把一切全都忘掉 我的想法就是 我怎么把这一趟车 安全地运行到地方 我身后有一千多名旅客 他们的家人 也在垫着他们的安全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 开一趟车 安全一趟车 开一辈子车 安全一辈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